引申于宜兰市区巷弄里 有家高人气的麻辣乳味店 来自河南的姑娘富宇 正利落的招呼起客人 坚持家乡惯用的麻辣口味 原来只是为了一解香愁 却意外的在宜兰掀起热潮 应该是我刚开始来台湾的时候 就很多东西吃不习惯 应该是我们很多 嫁过来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去外面吃也是不习惯 可能就是自己想要研究 做自己的家乡味 从小就试吃重口味的川式麻辣 在富裕的记忆里 美食就该又麻又辣 于是引进家乡的麻辣香料配方 结合宜兰在地食材 将细致的樱桃鸭肉质 藉由卤制的烹调方式 带出了新颖独特的风味 我们用的原材料 像我们鸭肉类的 基本上都是樱桃鸭 像我们的鸭翅也是我们的特色 樱桃鸭的话像宜兰 它本身就是宜兰的一个特色的 它的肉本身就蛮香的 那我们的香料的话 像辣椒花椒 还有32种的新香料 全部都从我们老家 挑选比较好的一些中药之材 运来台湾的 有笑有泪的创业路 夹杂着五味新香般的人生 不予也盼费心熬煮的卤味 在这片土地继续飘香 我希望就是在未来 可以带给就是 我们像我们在外的一些 离开家比较久的一些姐妹也好 就是一些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火味 也让就更多的一些台湾人 台湾朋友吃得到 我们的一个家乡的美食 来自河南的富裕 透过美食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也为自己的家庭 掳制出一锅 满满幸福的好滋味